2001年 我被一位希望小学的校长 介绍到一个在云南与缅甸边界 怒江旁边深山里的悬崖村 去那里给人上三个月的英语课 傻乎乎的我跑到当地才发现 光是要爬那个天梯 就要几乎一整天的时间 而且许多地方都是近乎垂直 必须借助下垂的绳索 用等于是攀岩的方式往上爬 这真的是名符其实的爬山 我以为这已经是这一天 最让我无法想象的遭遇了 没想到 在我终于爬上了悬崖村之后 才发现 这里原来是一个开放式的监狱 完全由犯人们自主管理 也就是 这个地方只有我一个人 不是囚犯 就在我对周遭的环境 感到绝望的时候 一张大手拍了拍我 老师 你别担心 我们都是因为长期表现良好 才会被丢到这里 享受自由的空气的 更何况 你是来教我英语的 放心吧 我会罩着你 我看了看这个拍了拍我的中年人 他眼睛里面散发出的诚意 让我轻松了不少 于是 我就在这个穷山恶水的地方 开始了三个月 跟坐牢没有差别的生活 同时也在课余的时间 听这个中年人 描述一个可能还没有结束的故事 他说故事啊 发生在一个叫做小金的年轻人身上 多年前的一天 小金愉快地到新院旅馆 去见他的女朋友 不过 那天他迟到了 因此在匆匆忙忙进电梯的时候 撞到了别人 这个莽撞的行为 使得别人的钥匙掉在了地板上 小金赶紧帮人捡起来 同时小金也看到了钥匙的房号是707 小金抬头正要跟人家说对不起的时候 竟然发现 对方是自己的前妻燕子 他们两个人只能尴尬地互相点了点头 还好啊 电梯很快就到了七楼 目送前妻走出电梯之后 小金不久也进到了他女朋友开的房间 他们迫不及待地 完成了情人之间的仪式 正躺在床上谈天说地的时候 小金的好哥们阿强打电话给他 阿强说他刚才去小金的家里面找小金 结果发现小金不在家 于是小金的妈妈请他进房间等一等 但是阿强实在很急 于是就拿了小金的拦搏刀先走了 小金赶紧问阿强 你遇到了什么麻烦那么急啊 竟然还要动刀啊 阿强啊急急忙忙地接着说 我现在在新运旅馆的909号房 你赶紧过来 因为我发现我老婆娇娇偷偷跑到新运旅馆来开房 现在跟肩夫可能就在对面的908号房 小金意识到问题严重了 于是从床上起来走到洗手间关上门讲电话 小金先让阿强你不要冲动啊 一定要先冷静 因为动刀子搞出人命就难收拾了 然后小金答应阿强自己马上赶过来 挂了电话的小金回到床旁边 愁容满面地看着床上的女人说 唉出事了 你老公阿强在对面的909号房 原来小金的女朋友竟然就是阿强的老婆娇娇 娇娇一脸惊恐地问小金那该怎么办 小金迅速地思考了一下 知道这个时候是不可能大摇大摆地开门离开的 因为阿强就在对面的909号房 很可能就在门后面透过猫眼盯着自己的房间 正在一筹莫展的时候 小金看了看床头的座机电话 就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 他拿出手机拨通了旅馆的电话 要柜台转接909号房 然后小金啊把手机交给娇娇说 只要电话被接起来 那就代表你老公阿强人在床边不在门旁边 那我就可以赶紧跑出去到外面想办法了 娇娇啊连忙点点头表示听懂了 就在电话那头传来他熟悉的老公阿强的声音的时候 他跟小金比了个OK的手势 小金趁机立刻开门往防火梯的方向跑去 原来小金想起来 自己之前在电梯里面撞到的前妻燕子的房号是707 小金心想干脆先冲到707躲起来再说 但是他很快就听到后面有脚步声追来 小金吓得在707的门口疯狂地敲门 就在身后的人追上来 马上就可以看见小金的时候 707的门终于打开了 小金一个箭步闪了进去 随即把房门关上 707房里面的燕子看着小金一脸的疑惑 后面追来的阿强见到空荡荡的七楼走廊 也是一脸的疑惑 阿强无奈只能兴兴然地转身上楼了 小金一脸尴尬地看着燕子 纵使心里面有一万个不愿意 这个时候却只能拜托眼前这个 曾经是自己老婆的女人帮忙了 小金乖乖地交代了酒楼发生的事情 请求燕子上楼到908号房去把焦焦接出来 因为这样焦焦开房的事情就勉强说得过去了 至少跟焦焦一起开房的 是个女人 而不是焦焦在外面有男人 燕子听完之后气得想打人 直骂小金 你真不是个东西 竟然把自己以兄弟相称的好朋友给绿了 但是事已至此 不出面帮这个忙 恐怕要搞出人命 只好答应上楼 却把焦焦接出来 于是小金拿起电话 打给焦焦说 我安排了一个人上楼就带你离开908 等一下有人敲门 你可以开门 不要害怕 焦子看小金说完 就开门上楼去了 一肚子不开心的焦子在等电梯上酒楼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长相和善 看样子像是传教士的男性 那位男子递给焦子一张帖子 上面写着 不作恶 也不协助作恶 神爱世人 电梯到了酒楼之后 这个男子走出了电梯 不过焦子却反悔了 他觉得现在自己 不就是在协助小金作恶吗 于是焦子又搭电梯回七楼去了 小金没有料到 焦子竟然会反悔 他算算时间 焦子去了已经有好几分钟 应该已经把焦焦带离开908号房了 就在小金自以为安排着天衣无缝的时候 酒楼的发展 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 除了焦子临时反悔了之外 刚才那个传教士 也在此时来到了908号的房门外 他拿出了神爱世人的贴纸 轻轻地敲了敲门 知道有人要来接他的焦焦 很快就把门打开了 就在焦焦与传教士 都对彼此感到好奇 并且礼貌性地微笑的时候 他们的表情在外人看起来 却像是欲言又止的深情对望 这使得在对面房间 透过猫眼往外看到阿强 认定了是肩膚上门了 慎怒之下的阿强 等不及小金赶来 拿起房间酒柜里的红酒就冲出门 在焦焦和传教士两个人 都还没有注意到之前 阿强就用酒瓶 狠狠地把传教士给砸晕了 阿强随即又把吓得愣在原地的焦焦 一起都拖进了908号房 不过阿强可能是因为 处在慎怒的状态之下 因此关上门之后 并没有给他老婆 焦焦任何解释的机会 而是直接抽出从小金家里面带来的蓝薄刀 对着焦焦的肚子 就是一阵乱捅 可怜的焦焦 都还来不及喊救命 就已经被冰冷的刀子送上了绝路 只能倒卧在自己的血泊中 绝望地看着阿强 阿强再转头看看 刚才被自己砸晕 拖进房间丢在沙发上的男人 阿强把他全身上下的口袋都摸了一遍 想搞清楚这个给自己戴了绿帽子的家伙 到底是什么人 不过阿强什么都没找到 只在那个人的上衣口袋里面 摸出来一张当天下午三点 已经看过的电影票根 阿强将这个电影票根 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心里想着 等你醒了我才修理你 就在这个时候 小金从七楼装模作样的搭电梯 来到了九楼 小金敲了敲909号房的门 却没有反应 正在小金感觉奇怪的时候 阿强竟然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阿强一把把小金拖进了对面的908号房 小金进到房间之后大吃一惊 只见到焦焦已经浑身是血地躺在了地板上 另外一个不认识的男子 则是倒卧在沙发里 不知是死是活 小金只好假装镇定地跪在地板上 检查焦焦的伤口与脉搏 最后无奈地抬头看了看阿强说 焦焦死了 阿强一脸复杂的表情点了点头 开始恢复理智的阿强点点头说 不然这样吧 我们先把这两个人弄走 到哪里去都好 就是不能留在这里 小金点点头 心想也只能这样 至少自己在这里的时候不能再出人命了 就在他们两个人开始清理现场的时候 门口竟然有人敲门 阿强透过门上的小孔看出去 结果敲门的竟然是小金的前妻燕子 原来三心二意的燕子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去之后 越想越觉得过意不去 于是燕子刚才在自己的房间打了电话报警 挂了电话之后上来了908号房 燕子心想至少在警察来之前 他可以先陪着焦焦不要闹出人命 也算是对前夫小金的承诺交代的过去 阿强回头一脸疑惑的问小金 你的前妻燕子怎么会在这里啊 随即心想 这个时候也别问那么多了 于是要小金 你赶紧把燕子打发走吧 小金心里面也吓了一跳 他想不通原本计划好的事情 怎么全都乱套了 只好要阿强先躲进洗手间去 他来开门应付燕子 小金慢吞吞的把908号的房门打开了一个缝 燕子万万没有想到门后面出现的竟然是小金 而且还满手势鲜血 隐隐约约还可以看见地板上躺着一个人 小金比了个闭嘴的手势 表情严肃语气严厉的警告燕子 你先回自己的房间去 别管闲事 一会下楼我再去跟你解释 随后啊 小金就把房门关上了 阿强则是在洗手间 把自己身上的血都洗干净 同时也把兰波刀拿毛巾抹去了指纹之后 放在了洗脸台上 然后阿强再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 这才发现自己衣服上都是血 阿强心想这样不行 于是在身上披了条大浴巾 走出洗手间对小金说 我们现在这个样子走出去要吓死人的 我下楼到车上拿两件衣服上来 刚把燕子打发走 正跪在地上清理血迹的小金 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上衣 深有同感的对阿强点了点头 然后说 有道理 你赶紧去吧 阿强从地上捡起了 刚才敲晕肩负的那瓶红酒 看了看小金 苦笑着一边说 刚好 我喝点酒压压惊 一边就开门 故作轻松的往外走了 结果阿强才出门 就遇到了正在收拾 对面909号房的旅馆老板 旅馆老板对阿强说 您好 酒柜里的酒是需要另外付费的 阿强愣了一下 然后用浴巾 把酒瓶外表擦得干干净净 接着往旅馆老板的手里面一塞 算是还给他 然后就自顾自的下楼去了 旅馆老板摇摇头 苦笑了一下 只能把这瓶酒 再放回909号房的酒柜 随后带上了909号房的房门 也下楼了 小金则是继续在908号房 收拾善后 结果没多久 908号房又有人来敲门 小金心想 阿强动作还真快 可是就在把门打开的一刹那 小金就呆住了 因为在门口的不是阿强 而是警察 小金正想要关门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警察很快的就把小金先压制住 声音颤抖的要小金解释清楚 这个屋子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被警察死死的压在地板上 侧着脸的小金 看着身边娇娇的尸体 小金知道这个时候讲什么都是多余的 因为在任何人的眼里看起来 他就是个杀人的现行犯 但是小金真正的噩梦 其实才刚刚开始 警察局的审讯室里面 在经过了一整夜的密集询问与查证之后 警察把已经累得趴在桌上 睡着了的小金叫起来说 金先生 我们对你的供词做了全面的查证 很遗憾 我们发现你在说谎 首先是你说你的朋友阿强 他昨天白天的确到过你家 但是你的母亲无法确定 他离开你的房间的时候 是否带着你说的那把拦拨刀 至于阿强本人 他则是完全否认 阿强说他在你家等了一会儿就离开了 随后他就自己去电影院 看了场下午三点的电影 连电影票根都还在他的口袋里 因此你说你的刀 是阿强带到现场的 根本就是胡扯 再来是你说 是阿强打电话给你要你到909号房 陪他一起抓奸 但是根据旅馆老板的说法 909号房昨天根本就没有开房的记录 你说的红酒也在酒柜里面好好的 没有被动过 上面连指纹都没有 因此你的说法根本就是胡扯 再来是你的前妻燕子 他说你的确要他去过908号房 把焦焦带走 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去 而是后来因为担心出事情 所以先报了警 然后才去了908 但是你前妻说开门的是你 而且当时的你满手鲜血 房间的地板上还躺着一个女人 最后你表情严肃 语气严厉的叫他回自己的房间去 别管闲事 因此你说是阿强在908把自己的老婆焦焦用刀捅死的说法 根本就是胡扯 最终小金百口莫辩地被判了杀人罪 至于焦焦的尸体上 还被检验出属于小金的精子 证实了焦焦对婚姻不忠 根据婚前协议 焦焦的财产因此都被转移给了阿强 因为焦焦的家里面非常有钱 阿强还因此发了一笔横财 后来靠这个做本钱 成为了富可敌国的大财法 听说很早就移民到加拿大去了 我看了看眼前这个把故事说完的中年囚犯 点了点头对他说 所以你就是小金对吧 但是他并没有理会我 而是继续接着说 这几年我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新院旅馆实际上是个黑心的顾问机构 只要价钱谈得拢 你的所有黑心愿望 他都能够帮你完成 就连那个慈眉善目的传教士 也是新院旅馆老板的儿子假扮的 其实事情真正的起源 是阿强跟我的前妻燕子 原来他们两个人早就搞在一起了 他们俩看焦焦父的流油 因此找上了新院旅馆 设计了这一切 结果是焦焦死于非命 我变成了伤害 通奸和杀人犯 而阿强与燕子两个人 双宿双飞 真的是人越聪明越狠毒 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我再次看着眼前这个 把自己的故事娓娓道来的中年人 我问他说 我很好奇呀 你都已经是个中年人了 怎么会想到要学英语呢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接着说 我下个月就兴满出狱了 而且我也已经打听清楚了 加拿大的温哥华西十三街 是个有名的豪宅区 我准备出狱之后 去探望我的老朋友阿强 还有我的前妻燕子 阿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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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